哈囉哈囉 歡迎來到超級墨 Jolony Channel 我是小莫 如大家所見 小莫目前沉迷於集合辣動物森友會 這是我新買的Switch 你看我還換了很可愛的 尼克蘑菇頭 沒有買到動森特別版的主機沒有關係 你看 現在這樣也是很可愛的呀 終於玩到小莫期待了動物森友會 但是礙於設備不足 沒有辦法直播 這邊就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家 到今天 小莫是玩到第三天 博物館正在開張準備中 我放了很多要捐贈的東西在外面 這是我們初始居民之一 醜青蛙 每天都打他 希望他可以趕快搬走 超壞的啦 我們島上另外一位初始居民 企鵝達 是一個可愛的圓滾滾企鵝 然後他的興趣是健身 我每天都找他 一直找他講話 但是他都不送我禮物 什麼時候才要送我禮物呢 然後各位知道嗎 動物森友會可以支援多人遊戲喔 跟縱影共用一台Switch 忍不住想要玩的時候呢 又怕推進主線 縱影沒看到 所以呢 我就開了另外一支帳號呢 叫做馬爾44 二批帳號呢 跟一批帳號呢 能夠在島上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只是呢 不會去推進主線的進行 這是我的家 我的新帳篷 好啦 接下來才是今天的主題 還沒訂閱的朋友 請幫我按訂閱喔 超寂寞 超寂寞 快來訂閱超寂寞 按下就容易全容 哈哈哈 超寂寞 超寂寞 沒遇到沒有朋友 快分享給你阿姆 哈哈哈 今天要來介紹大志雜誌 大家快看 封面是黎克社長耶 超可愛的 大志雜誌是一本創始於英國倫敦的雜誌 The Big Issues 自1991年成立至今已達20個年頭 雜誌內容包括時事 社會議題 藝文及娛樂資訊 目前於英國 日本 澳洲 韓國等10個國家 以不同的版本形式發售 特別的是呢 這份刊物的通路呢 是通過HOME LACES來販售 大志雜誌的存在 提供給 無家可歸者和社會弱勢的人們 一個工作的機會 讓他們可以透過銷售雜誌 給一般的民眾來賺取穩定的收入 大志雜誌相信的是 幫助那些 幫助他們自己的人 也就是提供工作機會 給那些願意靠自己力量 自力更深 重新站起來的人 一開始呢 會免費提供10本雜誌 讓他們販售 販售完之後呢 會有1000元的收入 再利用這1000元的收入呢 去進貨進行販售 販售成本是售價的一半 也就是50元 販售所得呢 全數歸自己所有 大志文創於2009年底 取得了 The Big Issues的發行授權 並於2010年4月1日發行創刊號 愚人世代 大志有時候會附贈海報 於每月1日發刊 小莫購買的是大志雜誌 五月號 主題是在異世界裡探索異世界 那 就像剛剛翻到的 裡面介紹了很多異世界相關的電影跟動畫 其中有一篇還是呱吉寫的呢 那現在小莫畫面上在翻閱的呢 是事件議題跟概念 針對澳洲、大洋洲、美洲、亞洲、中東、非洲各個國家呢 做一些短評 涵蓋的議題呢 非常的國際化以及多元 下一個章節 Business Tomorrow 介紹的是明日商業與科技趨勢等相關文章 再來就是封面故事啦 動物森友會 首先是任天堂動物森友會熱炒烤 跟比悲傷更悲傷的迷克 再來呢就是我的動森之島 後面呢訪問了許多玩家的心得感想 屬於非常認真詳盡的採訪類型 而且圖文並茂 光是動森這個主題的篇幅就佔了15頁 非常多齁 就是剛好符合小莫的喜好做收藏 真是太適合啦 那後面一序呢是音樂、表演藝術、電影等介紹 跟建築短評、全球展覽資訊、設計短評、史上短評跟藝術市場 最後一個章節則是大字雜誌、編撰、活動參與等相關訊息 有講座、音樂、展覽、電影等相關活動的行事例 大字雜誌的購買方式以及販售地點 介紹完大字雜誌的內容後 整體而言我覺得這本雜誌非常適合年輕族群 裡面介紹的呢偏文創類 並且涵蓋的議題呢是非常多元且國際化的 單純以雜誌來看的話呢是一本非常值得入手的雜誌 而且購買之後呢還可以幫助到一些需要幫助的人 真是一舉兩得啊 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掰掰囉 記得訂閱Youtube頻道開啟小鈴鐺 追蹤我的FB跟IG 關注邊緣人的日常 每週三週六晚上六點上新片 Twitch不定期也會實況 掰掰囉